Hello,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即日快乐》 该片主要讲述了女主没完没了被人杀的故事 女主翠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摇眼见惑 生日当天在男生宿舍醒来 睡完小哥就不认识人家了 回宿舍的路上还不忘侮辱追求者 室友亲手做的轻生蛋糕也被她扔到了垃圾桶 甚至和自己的导师鬼混在一起 晚上翠花去参加同学为自己准备的生日派对 结果还没到现场就被一个面具男给杀死了 还没等翠花缓过神来就发现自己躺在了床上 小哥又说了同样的话 没错,昨天又重新开始了一遍 到了晚上翠花还是被面具男给杀死了 不过这次起码死在了派对上 然后又是一脸懵逼的醒来 到了晚上连派对都不敢去了 哼哼,最后还是被面具男给杀死了 醒来后直接崩溃向小哥求助 小哥建议翠花想要活过明天就必须抓到凶手 然而翠花就一边花式死亡 一边排除作案凶手 然而循环死亡也是有代价的 翠花身上的伤开始积累起来 说不定哪天就会嗝屁 然而此时面具男又出现了 这一次翠花直接开车跑路了 半路上超速被拦了下来 见到警察可把翠花给乐坏了 结果警察就被面具男给装飞了 爆炸过后翠花又醒了过来 这一次翠花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某杀人犯正在医院就诊 翠花这时才想起自己和杀人犯是同一家医院看病的 说不定就是杀人犯干的 翠花赶忙跑到了医院 结果来晚了一步 杀人犯还是跑了出来 翠花又嗝屁了 翠花这一下终于知道凶手的身份了 到了晚上全副武装终于干掉了杀人犯 回到家翠花和小哥高兴的庆生 然而翠花又醒了 这次翠花真急了 还有完没完了 找不到凶手就赶紧跑路吧 这是室友送来的生日蛋糕 翠花翻然醒悟 之前每次都是他杀 上次怎么是吃完蛋糕就死了 莫非你就是梦魂黑手 室友表示 小婊子想不到吧 其实我才是梦魂黑手 每次做完后都栽赃给杀人犯 两人一言不合就开撕了起来 在主角光环的招摇下 翠花最终干掉了室友 翠花终于逃出了死寻魂 和小哥没笑没笑的在一起了 好了 今天妹妹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妹妹我的节目 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我的支持 不妨在屏幕下方留言 爱你哦 摸摸哒